定期大會中市議員林彥甫 對於東門城圓環工程提出質疑 他表示該工程在招標網站中 發現同一個案件有兩個公開招標的案件 並且第二次招標金額比第一次還要高出許多 質疑工程是否另有引擎 政府的電子財工網查詢相關的工程的標案 結果發現相同的這個標案的名稱 招標了兩次 招標單位從都發處變成交通處 兩標都只有一家廠商投標 從益星變成復習 最後是絕標金額居然從3490萬元變成4200多萬元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都發處表示第一期工程主要進行東門城廣場 清水平台以及街舞地下道等三處區域優化 第二期工程將在明年燈會結束後進行 在108年初的時候我們確實有發包了一個採購案 在年底重新去跟原廠商辦理一個解約的程序 那也進行了重新發包的工作 那因此我們這一期的工程確實主要是以東門城廣場 為主要改善的一個重點 其實我們也沒有去停止腳步就是 我們其實今年底還是會針對廣場周邊一些人行步道 我們本來預計要辦理的一個人行道 擴大的這樣的工程會辦理一個相關地下管線的一個調查 那明年的燈會結束之後 其實我們就會來跟序來辦理人行道 平面人行道廣場還有植栽擴大的一個工程 為了讓東門圓環周邊步行更友善 預計在明年燈會後進行第二期工程人行道擴建計畫 除了將擴大人行步道的空間之外 也將增加植栽濾化的面積 今年先啟動調查東門圓環地下管線的狀況 以便於明年的工程施工 凱波新竹萬事聯採訪報導